乌克兰军队将很快在巴赫木特市发动大反攻 乌克兰陆军司令斯尔斯基23日宣布乌军这一计划 瓦格纳集团创始人普里哥任也证实 乌军正在巴赫木特周边集结 俄专家认为 这表明乌克兰人士真的在为进攻做准备 俄军事评论网援引无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乌军最有可能在4月中上旬发动进攻 并希望借此从根本上改变前线的力量平衡 包括西方专家在内的许多专家都认为 基辅当局将只有一次进行如此规模反攻的机会 如果反攻失败 乌军将失去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以及对未来取胜的信心 据俄观点报24日报道 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巴赫木特进行视察后 乌陆军司令斯尔斯基23日表示 在长达数月的巴赫木特之战中 俄瓦格纳集团的雇佣兵损失相当大的兵力 已喘不过气来 我们很快会发动反攻 他同时提及 乌军在这一地区的主力 包括第24炮兵旅 第80空降旅 和第90第10第57和第5步兵旅的分队 据俄军事评论网报道 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的美国顾问丹赖斯表示 乌军将在今年春天发起震惊全世界的强力反攻 报道称 基辅方面正加紧讨论反攻事宜 最有可能的两个攻击方向是扎波罗热和卢干斯克 以此分散俄军兵力 削弱俄军防御 乌克兰正敦促西方盟友加紧军援 欧盟国家领导人在23日召开的欧盟峰会上 支持在未来12个月内向乌克兰提供100万枚弹药的计划 并且表示将在乌克兰提出要求的情况下为其提供导弹 据报道 这些导弹将通过联合采购的方式向乌供应 据俄新社24日报道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表示 俄罗斯知道基辅方面正准备进攻行动 俄军总参谋部正研究并准备应对的措施 同时梅德维杰夫表示 随同援助武器转移到乌克兰的西方军事专家 正成为俄军的合法打击目标 梅德维杰夫接受采访时表示 目前与俄罗斯作战的并不是乌克兰 也不是乌克兰半纳粹或纳粹政权 我们的国家正与360万北约军队交战 梅德维杰夫称 虽然从战争法角度来看 提供武器并不构成卷入冲突的行为 但如果军事专家携带这些武器入境 这是相关国家卷入冲突的直接证据 因此他们是合法目标 是战斗人员 是我们国家的敌人 梅德维杰夫强调 我既然是 就像全体谈性有关系那样灵魂的